我上門找了沈大師幫我改運 他哄我買了重申機套餐 還叫我拿現金放進去 這樣可以招財嗎? 騙徒手法真是層出不窮 我問過媽媽 重申機根本不用放錢進去 錢的貿易一定會回來掘 到時候要拍下罪證,報警抓人 男叔自然會知道自己被人欺負 你幾歲了嗎?怎麼樣? 進去很多? 什麼都沒有 你搞什麼?你真的放假我們來露營 怎麼知道要等多久 如果今晚不來,明晚才來 我就糟糕了,有預理嗎? 好嗎?謝謝 還戴著繩子 口淚雪筆,身體卻近誠實 關你鬼事嗎?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這麼抑壓 兩個明明被對方深深吸引住 你還要走去避人 但每次就在維尼大廈遇到人 告訴你,你的姻緣 你重申多少次都在這裡 這位同學,你有沒有聽書? 這次我重申回來的主題是 改變命運 逆天而行 那你就堂堂正正和人做朋友 等到任務完成了就和人一起吧 好啊,好 逃避吧,看你避得多久 怎麼樣? 天琴床 是不是? 旁邊的天鵝 好,另一邊天鵝 下跪才有的,厲害 來… 死神官,還裝命運動嗎? 你現在的電話, 按摩他吧 我們好像有些東西, 過去看看 他在過來了, 我留下人家給你 你快走吧, 我留不離開 為何不讓我留你走呢? 要一起走, 要一起死, 那你就去死吧 兩位一起死 那又不好 師父, 找過了 他們的身上什麼都沒有 應該不是警察 不是警察, 報仇錄機我都搞定了 霍先生 為什麼這裡找我更新機 那裡是夜媽媽不在家走來走去 很危險 你放心, 我有手, 我會報警的 報警?你告訴我什麼? 對了, 這裡我很熟悉 就那裡而已, 那裡有一個大斜坡 你說如果你們兩個在露營 夜媽媽發雞, 麻煩你滾下山 一個斷手斷腳, 不是… 根手死了, 是不是一點也不奇怪 什麼?我嚇大人 你不出小聲吧 沈大師, 你別這麼興奮 我們機器你又打印了, 卡你又拿了 放了我們, 我答應你 不告訴別人, 你到處騙人吧 我們出來行走江湖, 都是求財 小分辨我也不想惹麻煩 你們倆是記者? 我不是記者 我是看不慣你騙藍叔 你知不知道搞好他溫溫燈燈 人不讓兒子上學嗎? 藍叔? 是不是總學長頭長那個? 是 我騙過他嗎? 我只是跟他作過過福 我叫他這百萬出來 跟我兒子做個新機 什麼都不用怕, 一了八了 是他自己孤寒不捨得 騰雞起來收起了兒子 這些我控制不了 一百萬做個新機, 你做什麼? 做一棟樓出來? 他做這麼多錢, 濕碎了 不過人說到底, 只是一個貪字 枉他又說多愛過兒子、多疼過兒子 我跟他拿三十萬出來 做個手材贈他又捨得 難道他給我花錢嗎? 我不用 你是不是人? 說完花錢, 這麼不負責任? 我跟你說 如果你們倆再這麼好管閒事 保證你會消失 這次就當作小小教訓 下次再遇到我 你倆沒那麼幸運 走 知道痛了嗎… 叫你走不走, 還要留下來 你記得我剛才那個沈大師 有多興奮嗎? 是呀, 懂得鐵嗎? 你叫羅賓走, 我是羅賓 你叫死蠢, 做無謂的犧牲 專心, 你越捏越痛 這次搞你了 我打算叫你先走, 留下一套說話 又鍛鍊又膠, 這是什麼? 錄音器 錄音器?你留了一手? 你這個人是這樣的? 不是, 那怎麼拿出證據? 不好意思, 你不跟我說 又說烹飪又說成這樣 默契是要慢慢培養的 給點時間好不好? 我不管, 這件事是用我的辣骨 換回來的, 功勞我的 隨便你吧 但是你的錄音器 只有錄音器, 還這麼曉得 說明錄音器, 當然是只錄的 在這裡 他總這麼多錢, 濕濕碎 不過人說到底, 只是一個探字 枉他又說多愛過兒子, 多疼過兒子 我跟他拿三十萬出來 弄個手材, 震他又捨得 難道他給我錢, 我不用 你幹嘛無端端去找沈大師? 你有什麼目的? 你聽不到嗎? 他是神棍, 他欺騙你的 我想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沈大師幫了我這麼多 他怎麼會騙我?反而是你 你幹嘛要離間我和沈大師? 你有什麼目的? 你有什麼目的?你醒來吧 是假的, 這裡不是什麼風水屋 就算落下離開, 這裡也不會有事 你是沈大師的仇人, 還是對家派? 夠了 是我跟時珊說 說我覺得沈大師有問題 是人家來幫我們 你說什麼?你竟然背著我懷疑沈大師 你沒事吧? 老公, 我不想再聽沈大師說 我只想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你這些無知府如, 你懂什麼? 現在人家連音都錄了 為什麼你就是要自己騙自己? 這些我自然有分數 不需要外人插手 真對不起, 我以為我錄音 你老公會相信的, 但是他還是這樣 我跟你說, 你來幫洛仔補習 我無任歡迎 我會給你補習費 但是我的家事 希望你不會多管閒事 很痛苦 怎麼會? 怎麼會突然痛苦 快點找個護車 醫生, 我的兒子怎麼樣? 你們是宋建洛的家長 是的 他來之前吃過什麼, 喝過什麼? 只是喝了一碗符水 你以後不要讓他再喝這些東西 裡面有什麼都不知道 輕的腸胃敏感 重的會引起食物中毒 知道…一定不會再喝的 還有他身體比較瘦, 不太精神 姑娘剛才問他 他說他沒什麼胃口, 很不開心 而且還很多人沒有外出和上學 你們有沒有好好照顧他? 我不讓他外出, 只是為他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他缺乏社交活動影響身體 一會兒會跟他周學檢查 他腸胃比較差 可能是長期吸食有害物質所引起 難道我真的做錯了? 駱仔, 姐姐, 你沒事嗎? 你沒事 這次幸好他沒事 他要留院觀察 待會姑娘會送他上病房 謝謝醫生 那你們在這裡等上房吧 那你們在這裡等下吧 駱仔, 沒事了 之前時珊說的又不聽 駱仔, 你是要相信神國人現在出事了 本來我們一家人 種種立彩應該開開心心的 你現在弄成這樣 這日子你叫我怎麼過? 你不要這樣 你其實要這麼迷信 不如我們離婚吧 就算去睡街黑食 我也帶兒子走 好了… 以後我不用下酒喝符水 這樣行不行? 不行 你一天在我家屋裡 一天都胡思亂想 我不要再住那裡, 我要搬走 但是那間是我們的風水屋 那你自己住得夠了 你抱著錢, 孤獨鬆老 我不會再理你了 我說得出, 做得到 媽媽, 不要和爸爸分開吧 你別這麼不說道理, 行不行? 藍叔, 藍嬸也是為你們好 風水屋沒了可以再找 家人沒了, 沒什麼可以取代 好, 好了, 怕了你了 以後不拜神, 不住風水屋 這樣行不行? 太好了, 可以搬屋了, 太好了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Kelly, 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威浩 我是何怡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就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 記得Like和Share